世界上最疯狂的一类人,不是正常的人,恰恰是一些所谓的科学家。中国刚见天眼设计,西方一些科学家就跳出来警告中国,趁如此巨大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很容易向外星人暴露地球的位置,从而引来比我们先进的多的外星势力侵略地球。 这样的话,言由在耳之际,外国人又开始警告中国了。这一次不是引来外星人的后果了,而是比引来外星人还要可怕的后果,摧毁宇宙原有的结构,导致大毁灭。 那么,这一次这些西方所谓的科学家,又是对我国的什么科技进行警告的呢?原来,我国在寄天眼之后,又打算建造一个比欧洲强子对撞机,更加强大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。 这个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成环形,长55公里,比欧洲强子对撞机长两倍,粒子加速能量输出是欧洲强子对撞机的七倍。 我国打算2021年开始建造,2055年完全建成。 那为什么西方科学家会对我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如此害怕,甚至如临大敌呢? 我们不妨来看看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,著名天文学权威马丁尼斯是怎么说的吧? 这位权威写了一部书,这部书的名字叫做《未来,人类的前景》,正是在这部书中,他声称,像中国这样能量的环形正负,电子对撞机会以三种方式毁灭地球甚至宇宙。 第一种是微型飞动,第二种是奇异物质,第三种是真空相变。 在这位权威看来,前两种可以将地球吞噬和毁灭,第三种则会将真空结构撕裂,从而改变宇宙原有结构,从而引发整个宇宙的大毁灭。 这听起来咋有点耸人听闻的味道啊? 那么,中国这个环形正负,电子对撞机针,会给地球和宇宙,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吗? 这位权威其实主要担心的是,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将来要模拟宇宙大爆炸前一秒之内的情形。 这个时候微型黑洞,其异物质和真空相变等情况,都有可能被意外制造出来,一旦它们出现,就会造成地球的毁灭和宇宙的终结。 但是,这位权威显然忘记了一点,那就是目前仅我们人类所观测,到的宇宙高能粒子,那一种所具有的能量,不比对撞机加速粒子能量大,不光是大,甚至是数十亿倍,然而我们也没见过它们能毁灭宇宙和地球。 所以,我们公鞋把这当作是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吧。